開始錄了開始錄了 好五時五夜大家打開 好我們今天有點艱鉅的任務 是要把2-2 就是整個進度結束 那因為你們班應該會比較快 結束進度 所以我們下禮拜應該會多一節出來 就讓大家瘋狂問問題 有問題累積的問題 就盡量問多生出一節很難 好來投影片 我們上次講到整個氏族是在從 甚至最早到戰國 一直到秦漢之後 形成的一個社會的特權階級 那衛星南北朝他們一直都是特權 但五胡亂華讓氏族分南邊跟北邊 那我們有講過這幾群氏族 後來留在北邊沒有南遷的 我們是不是叫做俊姓 看一下俊姓留在北邊的 領導的氏族 那他們得跟胡人周旋 因為都是胡人建國 但是在南方這些南下的 生活在比較安逸的環境 那他們因為是北方南下 我們是不是用喬這個字叫喬姓 好可是他有一個問題要面對 南方本來就有土著的氏族 叫吳姓 所以吳姓雖然社會階級 因為這個是社會公認 低於喬姓 這邊我有列出來吳姓 雖然他低於喬姓 但雙方要相處嘛 就是說高級的氏族 南下的僑姓 跟當地的吳姓 因為畢竟大家是在分享 原來南方的資源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那這邊課本其實在五十四五十五頁 寫了很多他們特徵 那我知道這樣看大家都有點亂 所以我直接幫各位整理 北方的郡姓比較 就是精神砥砌一點 為什麼 胡人的政權來來去去 前面一個倒了又換後面一個 各位知道環境一直在劇烈變動 那這個時候人的警覺性 家族的警覺性會比較強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必須要砥砌自己 告誡子孫 他們必須要隨時面對 突發的這種挑戰 所以他們是漢代以來的經學傳家 我們今天看經學會覺得就是一套 國學嘛 當時經學有點像政治學 就是他實際上可以在政治上 拿來用的這一套 那各位知道他們就是政治人物 他們有一個面向 所以經學傳家的意思就是 他們也把這些政治上用得到的東西 就是一代傳一代 簡單講實用的學問 在當時 好與胡仁政權合作 重視家族教育都講的 再來一個詞你要記起來 叫物保 你也可以念成保物 就是倒過來念也可以 還是一個字物也可以 那我們知道通常名字有很多種變化 就是代表它也是一個自然的形成 好那這個物保保物或者物 我們看一下 課本在54到55頁 好這邊只要是北方的 我就寫個大大的北 你知道南方沒有這種需要 北方因為戰亂多 形成 那個保那個字 你可以用英文的castle 這個字去想像 是不是外面有個防禦公式 可是跟歐洲的castle 有一點不一樣 歐洲你如果真的實際去過 一個castle沒有很大 因為裡面是不是就是一個 軍事防禦的單位 但中國式的物保 中國式的castle在北方 它很大一個範圍喔 為什麼 因為裡面它還要種田 裡面還要從事生產 因為外面如果有人來包圍的時候 那個作戰 最長有可能兩三年一直在打仗 啊你打仗兩三年 你守在裡面 是不是一定要符合最基本的 十跟一的需要 所以它是一個生產單位 它比歐洲的castle來的大 好各位看哈 這邊中原沒有遷徙 代表它是北邊的郡姓 新竹物保 那物保的主人就是氏族啦 所以底下他們還有很多 附隨於他們的人 我們可能叫布曲 或者你理解成是 依附身份的人民就可以 所以一個物保當中 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組織喔 由氏族領導 郡姓氏族領導 底下又從事各式各樣的生產 所以它的範圍一定很大 好那這邊你課本把它寫下來 油牧政權就是滲透王朝 他們沒有很強 但是當時在北方就是 他們是大哥啦 他們領導的政權 所以這一些氏族 大部分都是選擇合作 好但是他們有沒有自己的根基 可以讓胡人政權不輕忽它呢 有就是物保 各位知道一個一個物保 對胡人政權來講 要一個一個拿下來這很困難 所以我們說 雖然這些氏族是不得已 多半是跟胡人政權合作 可是你也可以反過來想 胡人政權也必須要跟漢人氏族合作 好你們回答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時候的滲透王朝 有文字還是沒文字 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 他們是不是要治國的這一套 都得找這一些經學專家 政治學專家 所以氏族也是他們必須要借重的 漢化的 或者他們待在長城以南的 這些政治顧問嘛 所以我們如果理解他們 互相都需要對方 可能比較符合當時的情況 好那這一段我們也看懂了 那這一段我們看 這就是一個物保 這個是魏晶南北朝北方 在敦煌這邊看到的壁畫 有沒有看到這個長得像牙齒的 我們是不是各位在小朋友的時候 是不是畫城堡也是這樣畫 好就是代表防禦公式 可是你就是理解跟西方的castle相比 沒畫過嗎 應該有嘛小時候 有Wi-Fi是不是 哇他們還有Wi-Fi太先進了 上面蓋了好多那是樹啦Wi-Fi 它最好是Wi-Fi 而且Wi-Fi還這麼近 訊號一定很差 還要蓋那麼多基地台 好那你要理解 這個只是門進去喔 關起來就是可以防禦喔 裡面很大一片喔 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看一下 有學者大學者 陳穎雀 這個是民國初年的學者 他就做了考證 他先前一個我跟各位講過的考證 他考證出名字最後一個字是G字的 都是道教家族 還有印象嗎 哎這他真的很厲害啊 他懂二十幾種語文 什麼突厥文啊 古代的什麼西域的文字他都懂啊 所以他可以研究一些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研究的問題 好他這邊的寶物就是物寶 他說凡是要在物寶這邊 你要待很久的 他其實在地理上有特別的條件 簡單來講山頂平原 以及有西建水源之處 是不是要種田一定要有水 沒有水啊 沒有水你最後這些農作物都枯掉了 好所以你可以把物寶 課本這個詞旁邊寫一下 哎他竟然考證一篇文學的文章 陶淵明的桃花元祭 各位是不是讀過 陶淵明的桃花元祭 就是一個物寶 所以如果你不能想像 一個物寶裡面長什麼樣子 你把這一篇看過就是那樣子 哇卡爾 有人發出哇卡爾 就是好厲害啦 我理解成是好厲害 應該不是罵髒話 好厲害 好太厲害了 好所以他裡面是有代幻 就是那個政治的 那個套進去是不符合 可是實際上是符合 北方當時的狀況 因為如果按照桃花元祭 字面上的意思 他應該是在 好像是在南方 可是他是在北方 好那你把桃花元祭寫上去 如果真的要了解他具體的狀況 看一下這篇文章 有一些體會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北方幾個都講過了 好桃花元祭寫一下 那我們現在北方的 這一些氏族的狀況 等於是約略做交代 細節也沒辦法多談 來我們這一頁講南方 好南方狀況完全不同 各位知道 當時南方相對安定 南方也沒有胡人 南方有當地的土著被瞧不起 視為是低等民族 有 可是沒有像北方那種 強大的政治上胡人的勢力 好那我們看課本55頁 東進是由這些南下的僑性氏族 跟當地的無性氏族 經濟上還有社會上攜手合作 可是可是 如果是在社會階級上 沒有人會去挑戰僑性 簡單來講 有一群人他被社會公認 是最高級的 那就是僑性 無性不會去挑戰這一點 只是說這個時候僑性 外來嘛 然後無性是地頭蛇 必須尊重地頭蛇 這些財產權幹嘛 雙方合作協調等等 所以各位看 東進立國 憂鬱北方南西的氏族 就大家都公認他們的地位 到了南方也給他們土地 也給他們特權 也極力拉攏江南氏族 上一節課你註記過 就是無性 那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情況特別 北方被胡人整個佔據了故土 大家就將就將就 就呆在南方 可是南方跟北方比是一個 瘟疫 瘟疫 安疫 安疫不是瘟疫 安疫很多的環境 那這些僑性本來又都被看得起 各位知道你如果今天被看得起 明天被看得起 一代一代都被看得起 是不是其實你就缺乏競爭力了 因為你不需要競爭嘛 所以這跟北方氏族 俊姓 瘟疫自己不一樣 你看到課本這邊 社會特權跟地位 嚴格的身份階層觀念 像僑性跟無性 來我們這一節課 所有講的名詞都是複數形態 所以僑性不是說他姓僑 或只有一個僑性不是 僑性是有很多家 姓謝的姓王的 像王羲之他們家就是僑性嘛 可是也有其他的僑性 這樣就懂意思 那僑性跟無性 就是屬於兩個很大的 上下的階級 那我們怎麼看出他的階級呢 就是他們不會同桌 然後一起吃飯 不像各位剛剛和樂融融的樣子 一起吃還一起 這個玩遊戲 那個電 那個 那個 那個手機的遊戲 好 那 這邊就有一個故事 也就是 有 地位比較低的 寒門啊 無性 跑去拜訪僑性 就跑到家裡去喔 好 那僑性世主好像也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就背著椅子給他做 結果等到客人離開了 我剛剛講他們階級是不同 僑性就把椅子給燒了 對 就把椅子給燒了 來 事說行語裡面很多這種故事 充分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階級 所以僑性的氏族是既生活豪奢 特權非常之多 同時他也不屑 與其他階級的並列 好 那各位再看一下課本右邊 有一個故事 這故事剛好是王羲之 他兒子 那我們都知道王羲之 算是 大文學家 大藝術家 可是老實講 他們那些僑性氏族也超腐化的 像王羲之就是當那種官 錢多事少離家近 我們看一下剛剛這張表格 剛剛是不是講 這一些南方的氏族 地位幾乎世襲 所以九品官人法 他們永遠可以當到 最後當到一品官啊 二品官 那種最高的官職 可是他們當那些官有沒有說 我職務很高 所以我要負很大的責任 沒有 他們只是說 反正我就一定會當這種官 所以搞不清楚他在幹嘛 所以你看這個王羲之的故事 在五十五頁右邊 他明明是個管馬的 結果他的長官 黃溫就問他 因為看到新的部下來了 就客氣問他知道是僑性 你是管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我管什麼 王羲之說我也不知道我管什麼 結果看到馬匹子來 我應該是管馬的吧 這超腐敗的 超腐敗的 好 那長官黃溫又問他 那你管馬的 現在馬有幾匹呢 我也不知道 馬有幾匹我怎麼知道 然後死了幾匹呢 長官又問他 然後他就回答 未知生 焉知死 他耍嘴皮超厲害的 那個儒家經典耍嘴皮 可是他就是沒有實際做事的能力 有感受到那個腐敗嗎 好那這邊我們就知道 南方的氏族 可能真的曾經出現過一些英雄人物 政治上有表現的人物 像東進的歷史 一開始不是在南方 即位的那個諸侯王司馬瑞 姓司馬的在南方 繼續東進政權嘛 那幫他的就是那個 王島 王島也是屬於僑性氏族喔 幫他的喔 所以當時王羽馬共天下 也有一些很精彩的僑性的人物 後來肥水之戰的時候 還有一個叫謝安的 也是僑性氏族 可是他們就是 越到後來越離譜 越到後來越腐化 馬匹也數不出來 火幾匹不知道 獅幾匹也不知道 只會耍嘴皮子 餵之生 焉之死 好那這個是南方氏族 我們也略提 那這些氏族喔 就是早一點消失了 大概魏晉南北朝 僑性氏族就消失了 好我們用這張地圖 最後把氏族做ending 好僑性氏族 魏晉南北朝結束 他就消失了 北方的郡姓氏族到隋唐還在 然後新的時代不是考科舉嗎 我們知道隋唐是不是有科舉 好他們考科舉 那明金科他們很厲害 因為我剛講他們是不是經學傳家 欸經書很熟 可是畢竟新的時代 社會流動越來越大 他們的聲望也大不如前 那更不要講那些已經消失的僑性 那個什麼舊石 什麼唐前燕 王謝唐前燕 欸就是王家跟謝家 王島啊謝安 就是在講他們 是不是飛入尋常百姓家 慢慢最後都變成是 Ordinary people 普通人 來隨唐結束所有的人 全部都整齊劃一了 所以宋代以後沒有氏族了 那我們前面不是講到 中古跟近世絕大差別嗎 好你現在記起來 中古就是有氏族的時代 好這張我們再看一下 中古是有氏族的時代 欸近世沒有氏族眾生平等 大家都是國家的編戶齊民 好那大家都是編戶齊民 當然對政府來講就是我收稅幹嘛 大家權利物相等嘛 可是這邊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我們要開始開中族的頭囉 近世是一個沒有氏族 但是有中族的時代 欸那你會說怎麼一批特權剛走 又一批社會上好像是人上人的存在 我們一直講過一個觀念 是不是政府派到最基層的支線 管個至少二三十萬人 那再來底下就是一個一個單獨的編戶齊民 欸感覺這個好像還是很難銜接起來 我的意思說一個官對這麼多人其實很難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講說在鄉裡 他會有一些地方的協力者 那氏族在中古時代 你也可以理解成他是一個地方的協力者 他在地方發揮影響力 好可是到了近世沒有這樣的人了 那人群不就民眾不就像是一片散沙嗎 所以以中國這種社會來講 勢必要有一群人 銜接在政府派來的官員 跟最底層的這些一個一個的老百姓之間 如果你理解的話 中族是在大概這樣的條件形成的 好那我們先順一下 中國歷史上三個血緣團體 同整的標哥 封建時代是不是夏商周有貴族 他們不會翻船的 敵長子繼承制 是不是代代相傳 成功率多少 百分之百 好那我們再看氏族 我們剛剛講的 魏晉到水塘不是有氏族嗎 好那他們翻車率多少呢 我看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吧 幾乎不會翻車啦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 第一種是百分百幾乎 第二種是百分之九十九十五 也就差不多幾乎了 可是我們看到在 宋元明清近世的宗族 他其實翻車率很高 因為這個時代要取得一些特權 受人敬重 是不是要考科舉要當官 人人有機會各個沒把握 因為宋代以後的科舉公平 所以各位會發現 這個翻車率翻船率可能超過一半喔 甚至不止喔 這看家族 那有的家族比較厲害 可能還是可以延續 或者幾代剛好有 兩個或者三個考上 可是這種就真的很沒有把握 各位體會一下 這些血緣團體 他的傳承有很大的差別 我們只是把中國歷史上 三組人拿來做比較 那北宋有一個大學者 叫陳怡 各位知道這一位嗎 陳怡 陳怡 陳昊 陳的歷史 二成嘛 二成兄弟嘛 陳昊是哥哥 這個陳怡是弟弟嘛 陳怡其實就是 陳諸學派的陳啦 就學問很大啦 大思想家 那這一段大考考過喔 他在講什麼東西呢 以前的貴族宗法 就是西州那一套的宗法制度廢掉 這一群貴族走入歷史了 那陳怡說還好 還好後來還有士族的族譜 叫普蝶 後來是不是出現了士族這一群人 因為陳怡他不是 著眼在特權 他是著眼在這一群人 有穩定社會 因為他們是 在社會當中 是一個比較高的存在 他是不是可以帶領著群眾 社會就會穩定嘛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一點 那所以陳怡就說 沒有了貴族還有士族 可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呢 士族也成為過去世了 宋代嘛北宋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說在這個新的時代 古肉武統雖至親亦伯也 他的意思是 家族沒有凝聚 所以宋代的讀書人 其實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 像范仲淹 像陳怡這種 他們就會希望透過儒家 傳統提倡的孝道家族的力量 重新把整個社會凝聚起來 宗族大概是在這種 士大夫讀書人的主觀意願之下形成的 好請翻到56頁 好56頁因此課本標題 宋代形成宗族社會 我們剛剛藍色的標題 好那因此你把這個地方畫下來 這是課本文字 宋代科舉無法保證代代為官 好那如果考上科舉的 我們一般就叫士大夫了 在宋代元代都叫士大夫 明清的話叫士生 那他們如果一旦考上科舉了 成為官員了 他們也會試圖要去落實這一些 儒家的價值觀 就是把這一些宗族的組織啊 孝道 不是說只有口頭講一講 不是只有經典讀一讀 我還要真的落實在我的社會的組織的上面 好所以他們就做了這些事情 好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是課本列出來的 你可以看 我又幫各位整理一張表格了 好所以宋代的士大夫 怎麼樣去凝聚家族 或者擴大一點我們叫宗族呢 這兩個字我們混用 好第一個是做族譜 這個現在很多的家族還在做 是不是把歷代不同的 generation的人 列出來 彼此的關係 然後 嫁娶婚姻的狀況 然後生下來的小孩子的狀況等等 好這個我就不解釋 因為大家就是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那這個是屬於家庭成員的關係 當然裡面還會講什麼家族最早 什麼族規啦 好家族的規範等等 第二個是家族的經濟來源 我覺得這邊對各位這一節比較挑戰的是 兩個字的名詞太多 而且互換的更多 所以到最後你會覺得全部混在一起 那這個我沒辦法解決了 我只能盡量幫各位整理成表格 所以這一節表格特別多 來竹田就是藝莊 那就范仲淹提倡的 不管叫竹田叫藝莊都是家族的產業 它通常是田地啦 各位知道田地是不是又可以耕種 不一定是家族耕種 你也可以叫電龍來耕種 耕種以後是不是就有收成 收成這一些等於是家族可以運用的資金拿來幹嘛呢 哎家族如果有一個很優秀的子弟 好不要不要種田 這個十年寒窗我們栽培一個子弟 專門專攻科舉考試 這樣有聽懂意思嗎 就是讓家族的聰慧的子弟可以考試 那這個你不他不工作 其實是家族等於少了一個勞動力啊 好這個可以這樣做 好再來家族也會如果家族大 會不會有家族裡面比較貧困的成員呢 譬如說比較早先生就死掉了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家族內部的救濟事業嘛 所以這個錢可以做很多事齁 那整個包含你要重新修祖譜也要錢 你要修祖廟也要錢 好這些東西都可以從這裡支出 就是家族的經濟來源 好最後一個是宗祠或者叫祠堂 你要叫祖廟家廟也可以啦 就是家族祭祖的地方 好那這個時代只有考上科舉的人 才有資格把祖先蓋一個像廟的 這樣子的建築物喔 那如果你沒有科舉 你沒有考上你只是一般人 那你就只能在家裡有一個神龛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 有一個像排位的東西可以拜 當時政府是有限制的喔 所以至少讀書人的家庭 考上科舉的 你就有一個家廟祠堂拜祖先 那拜祖先的地方不是只有拜祖先 你要教訓家族內部不肖子弟也可以在這裡 你家族有大事要商討 我舉例啦戰亂來了 那我們現在家族要怎麼辦呢 家族幾個大頭就在這個家廟在祠堂 大家商量面對現在的緊急狀況 我們要怎麼因應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這個祠堂 宗祠或者家廟 也就是家族的活動中心 或者會議中心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家族 運作的幾個面向喔 這是他的空間祭祖 這是他經濟來源 這是家族的世系 好那宋代的讀書人士大夫 用這種方式來凝聚彼此 所以你現在看課本這一段 是不是比較看懂 他在講哪些面向呢 誒他們有危機感嘛 我要凝聚宗族 誒可是方法是什麼呢 就主要是這三個 好那你名詞互換的 就請各位自己了 這邊已經整理到這個程度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個宗詞 這宗詞在這邊 哇這家族超有名的 他是安徽隆川湖市姓湖的 從東進 東進就是五湖濫華之後 好第一代那個時候開始算起 算到現在48代 可能到50代了 然後這個各位看前面是有觀光團 經過那邊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已經是一個觀光景點 一方面他的宗詞留得很完整 誒各位看這個宗詞蓋得還超大的 這個高度應該跟我們的活動中心 也沒有差多遠吧 這個這個真的很大 你看這個門就很 這個人的高度是在這裡 所以很大 好那我跟各位講這個家族有名 如果只是他以前有名是沒有用的 家族的最重要的觀念 各位看底下光宗耀祖古今輝映 如果家這個家族後來的人 出現了什麼盜匪 反叛集團 各位知道家族是不是就弱掉了 或者家族後來這個都沒有表現 是不是也就弱掉了 所以家族最主要的 你要延續下去 是一直要有精彩的家族的後代 然後古今相互回應 好所以我講一下 這個安徽隆川胡氏 傳到第48代 剛好是現在 好那他每一代的中間那個字 也是都規定 同一代的人都用同一個字 第48代是胡錦 第三個字各位接 前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就是這個家族的第48代 那本來去年之前講都還正常 但沒想到他一年多前 就是在那個中共二十大 就當場會議就被架走了 就是他應該是還沒死吧 死了嗎我不太清楚 反正就突然在中共政治就消失了 所以這個家族會不會再來就沒落 我不太清楚 但本來講48代的時候還蠻光榮 這個家族傳了這麼久 都還有很厲害的人 好那這個給各位參考 這就是一個家族的精神 或者他的集會的中心 中詞 好那我們剛剛講 在元代之前 明代之前 都只有讀書人 你考上科舉的 你才能去蓋一個 像剛剛那麼大的建築物 去拜祖先 一般人是禁止的 所以政府沒有說要開放 現在有一件事情 各位在57頁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在明清宗族 在57頁最上面標題 來明清時期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中族普及了 我覺得課本這邊意思 沒有寫得很清楚 你可以把這句話寫在 57頁最上面的地方 平民見中詞解禁 政府直接放鬆了 Nobody也可以蓋中詞 以前只有三body 才可以有中詞 你考上科舉考試 這個不容易嘛 所以有點像政府 理喻你們家族 你既然都考上科舉了 光中耀祖 蓋一個中詞吧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最窮困 最普通的人家 你要蓋一個像廟一樣的建築 來拜祖先 都可以 那政府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政府會這樣做 是基於收編 我們上一次提收編 是什麼情況 政府常常會收編民間的力量 上一次是收編了什麼 小老師收編了什麼 忘記了 各位還記得上一次收編的信仰 媽祖的信仰 關公的信仰 有想起來嗎 所以政府是不是把民間 可以用的就拿來用 叫收編 因為我提倡這個 是不是老百姓也會支持 我這樣對老百姓的控制 是不是就增強了 所以我在這邊幫各位整理一個表格 是二之一跟二之二通用的 那我們在上一節課不是講說 禁事還可以切成禁事一跟禁事二嗎 好安史之亂以後是禁事一 禁事的特徵就是經濟越來越發達 好所以在禁事一這個經濟發達的時代 民間蓬勃發展 官公阿媽祖大家都拜 那官方就收編過去 因此幫他一直抬高他的地位 老百姓也就覺得哇政府好棒棒 我們就支持政府 因為政府支持我們支持的信仰 好到了禁事二 禁事二是第一大發現之後 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蓬勃 而且更蓬勃了 是禁事一的乘以二乘以五 好那在這個民間的力量 又非常之大更大的情況之下 之下我們就收編了宗族 政府就收編了宗族 怎麼收編呢 色眠天下 大家要蓋祖先的廟通通都蓋 那各位知道祭祖是不是孝道 這算是一個很基本的社會狀態 那他開放全天下也等於是 明帝國的政府 拉攏全天下家族的心喔 所以這跟收編信仰 雖然基本方向不同 但達到的效果 是不是對基層社會 都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好那政府因此在這個地方 收編你會覺得是政府在討好老百姓 可是政府也有得到好處啊 什麼好處 本來在那個族譜的最前面有族歸 我們這個家族是有一些規範 好結果現在族歸最前面印什麼 皇帝照曰 皇帝的命令就印在族歸最前面了 如果跟家族有關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政治的黑手 升進了你家的族譜當中了 政府收編是不是有他的好處 我政府對民間的控制力 是不是藉由 我皇帝的訓令結合族歸 達到進一步鞏固的效果 各位要知道 這一套統治很奧妙 再來賦予族長仲裁權 有些權利甚至是法律的權利 所以有些情況 家族可以直接處置家族不孝的子孫 不用向官方禀報 我舉例 我舉比較極端的例子 如果家族有逆輪事件 把長輩幹掉了 組長可以直接猝死那個家族不孝的子孫 然後事後向官方禀報 那我們這樣看 不是民間在執行司法 各位有聽懂意思 是不是在執行官員的權利 可是這些事算 我剛講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政府會這樣做 就是第一個 他是不是把民間中族的力量 拉攏來協助他統治 再來一個這些家族中族 是不是也會貫徹 國家的這些價值尺度 這個是一個互相的關係 再來第三個收編中族還有結合科舉 所以明清時代我們一般不叫士大夫 叫士生 士生我們在台灣時講過 他是不是有一些特權 他免繳稅 他如果再涉入到官方的這些司法案件 你是不能對他用刑的 不能打那幾大板都不行 所以這些特權誰給了 這些特權官方給了 那士生還有一個特權 在家族的特權 一般家族我們是不是都論資 論輩分 通常年紀很大的 在家族輩分高的 是不是就是這個家族的組長 可是有一個例外 如果你是這個家族 已經考上科舉的人 你自動跳級變成組長 你有沒有發現政府是刻意 帝國是刻意把科舉跟中族 兩個結合在一起 你科舉考上 你是不是在家族的地位變高了 體會一下 這個收編我們在這裡 你看到幾個不同的方式 那都可以達到帝國 把控制力擴散到最底層的效果 好 那這個我們講過了 那因此在明清時代的士生 跟宋代的士大夫 又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那我把他的四個功能列出來 收編之後他就成為 政府推動一些事情 到最底層的協力者 所以第一個協助統治 那協助徵稅我們是不是講過 編戶其民也都地方在編的 明清時期就很多士生幫忙 我們上學期講台灣史 台灣之所以統治不上軌道 是不是一開始都沒有士生 所以地方都沒有這一些 介於官員跟老百姓中間的人 去幫忙嘛 你要知道台灣一開始 那個什麼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我們現在從這個東亞史 中國史的角度 他會有另外一個 你先前沒看到的地方 第二個教化百姓 那他們因為很多也都是科舉 是士生 又是宗族的領袖 他們就把這些儒家的大道理 更加的深化到民間基層社會 有些甚至就開私俗了嘛 第三個熱心工藝 地方這些震災啦 造橋修路 常常也都是他們登高一呼 蓋廟也是他們登高一呼 那這個我們看得到 那第四個 如果有人剛好戰亂 攻打到這個地方來呢 哇這個地方的大家族 這些組長這些士生 就要組織武力 捐輸糧草 所以他們的任務還蠻多的 經濟上的 教育上的 政治上的 還有最後一項軍事上的 好那我們來畫幾個地方 把57頁 有一個我覺得很奧妙的地方 請把第二點 好第二點綠色標題 宗族領袖士生這六個字畫下來 你看本來宗族領袖是不是組長 組長就家族領袖嘛 士生他的定義是另外一個 士生是不是考上科舉考試 有科舉功名的人 本來這六個字是不是兩組不同的人 可是我剛剛講是不是政府 刻意要收編宗族的時候 又把宗族組織跟科舉制度結合 所以你發現明清時代 這兩種身份 經常被放在一起來談 為什麼 那是政府刻意要引導 讓這些考上科舉的人 去帶領他的家族 好你現在把那個住三的地方 第一行畫下來 明清時期的士生通常是卸任官員 或通常是科舉或公民 至少是個秀才嘛 雖然當不了官 可是你在家族就是一個中流砥柱 你有可能就是家族的領袖 所以這個地方是課本已經有寫到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特別談 在你這邊看到的四點 因為這些你也不用去記他 你就知道這些很多功能的 政府官員什麼做不到 就叫這些家族的領袖士生來做 可是最後一項比較特別 所以課本切出來談 你把五十七頁倒數第三行畫下來 好因此我把課本五十七到五十八頁 就是你現在畫線的這邊 我把它在這邊條列一下 中族領袖士生如果一旦戰亂發生了 他們就有協助官方要平亂的責任 那反過來講 他是要在地方募集軍力 好因此我們看到明代的後期 這個在哪裡呢 你把底下最底下課本有一張圖 這個是在武裝保衛功能 這個是在打倭寇 好你把圖片說明的第二行 相擁兩個字圈起來 好明帝國後期 如果是這些中族領袖士生 聚集地方聚集家族人抗敵 他們組織的是相擁抗擊倭寇 其實這名稱你要背不背 沒什麼差別了 就是地方組成的武力 明後期抗擊倭寇的叫相擁 那你再翻到下一頁 58頁 58頁第二行的團練也給他圈起來 團練 現在有團練 意思不一樣 好來清中葉當時川楚教 讓我們提過白蓮教又起來作亂了 那白蓮教之亂過了幾十年 又有洪秀全 用他自己版本的基督教 又起來反對清帝國了 那這些大大小小的動亂在清帝國 也都是靠民間的這一些家族的組長 通常是士生 組織團練 團練也就是地方武力 我想我們這些詞都不要用太細節的方式去解釋它 所以就可以幫助官方去平亂 官方當然有正規軍 可是正規軍人數少 而且你動亂大動亂久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hold不住 因此民間就會搭配有一些武力 就是你編組訓練之後 協助官方來抗敵 那這個團練後來因為太平天國之亂打很久 十幾年 所以這個團練就越編越大團 越編越多人 所以各位看團練的擴大版就是湘軍 請你在駐五左邊的地方找到湘軍 湘軍就曾國藩的軍隊 國中哥有聽過湘軍嗎 可能有聽過 那湘軍最早其實就是地方組成的軍隊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太平天國 後來延續的時間太久 因此就不斷的擴大擴大 可是他最早的組成是團練 你可以當成是團練的擴大版 好那這邊我再提一個詞 我想各位現在已經有點混亂了 遇到戰亂是相擁是團練 由地方的士生組長邊練 可是平常沒事的時候 各位有聽過一個名詞叫保甲 我們上一集是不是學過 保甲是平常維持治安的武力 平常的意思是沒有戰亂嘛 好所以仔細聽喔 平常地方士生組長維持治安是保甲 如果遇到戰亂就組織相擁或團練 這樣是不是就把這個觀念把握住了 好他的概念都是剛剛第四點 保全家鄉 差別只在平時跟戰時 好兩個字的名詞夠多了 好我們接下來要提工商業的組織 請看到58頁第三大點 今天有可能講不完喔 好沒關係今天真的講不完 我們下一節再用一點時間把它講完 來近市商業組織 這張又出來了 這張出來是因為我怕各位又忘記了 好所以我們第一個大的分歧是中股跟近市 中股經濟不發達 近市經濟商業越來越發達 好可是我們已經好幾次講 我們再把這個經濟蓬勃發展 再切成經濟蓬勃發展跟更蓬勃發展 好所以經濟蓬勃發展近市一 經濟更蓬勃發展前面一個階段 乘以2乘以5近市二 第一大發現之後 那我們現在的商業組織 在近市一 也就是安史之戰以後是行會 又兩個字了 那近市二我們就是商幫 商幫有聽過 國中有講 那商幫所在的時間還是有行會 我們可以看到 到了近市二其實就是行會之外 又堆疊了另外一個商業組織 叫做商幫 好時間上我們先把握住 但它都是跟近市商業發達有關 好那我們先看兩張圖 左邊這一張叫清明上河圖 右邊這一張叫姑蘇繁華圖 現在請你課本整個蓋上翻到你的封面 我們既然有機會講封面 好判斷一下它是清明上河圖 還是姑蘇繁華圖 好來姑蘇繁華圖 所以它是清代的蘇州 那左邊這一張是北宋的變金 我是剛好拿來用 近市一就是這一張 北宋是不是在近市一 宋元的階段 明清的階段是這一張 所以近市一跟近市二就是繁榮 清明上河圖 北宋的首都變金 然後到了清代蘇州 這很明顯明清第一大發現之後 是近市二它更加的繁榮 所以我們理解這一些歷史上的名畫 怎麼理解呢 它就是一些很著名的畫師畫將 是不是在畫整個帝國的繁華的景象 商業的繁榮 那這個商業的繁榮 是從安史之亂以後開始 中國在唐代以前 都有很多的禁忌 所以整個城市不會長 就是大家好像很多活動力 到處活動不會 這個是在安史之亂以後 才逐漸形成的樣貌 好那這一張是幫各位把握時間 橋上都有一堆攤販 就是要把你擋在那裡 消費完再走 好那我們看行會跟商幫 在近市以安史之亂 唐宋元這段時間 先有行會 行會就同業工會 行就是一個行業嘛 我基於共同的商業規範 共同的商業準則 就是怕有人破壞行情嘛 同一個行業的人 大家就有一定的規範 規範商業活動 調停糾紛 與官方往來 那像這樣的組織一定是在 整個商業發達之後才會產生 所以大概在唐帝國後期的時候 同業各種行業都形成了行會 很活潑很熱鬧的景象 我想這個比較好講 各位就是知道 各行各業都有行會 那我現在把重點放在商幫 所以是確定國中你們商幫 已經有提過這個詞了 沒有只有少數人聽 就是上課有講到 來商幫 商幫是在地裡大發現 明後期跟清帝國才有的 課本現在找到商幫 我們把這個詞給他五顆星 好告訴我商幫在哪裡呢 好在59頁第一行的最後面 來給他五顆星 然後第三行 商幫在各大城市設立會館 會館也五顆星 好商幫跟行會不同 他是同鄉 就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嘛 組成的 而且通常在那個地方 他們就是一個大家族 所以這邊是 既是血緣又是地緣組織 所以他們不是一個行業 他們是來自特定的地方 或者源自特定的家族 好他們會在各大城市設立會館 我這字寫的特別大 就請各位注意 會館就是商幫在各大城市的據點 那就是因為他們生意做太大了 一個商幫有可能是做全國生意的 那我做全國生意 我是不是這個商幫 我舉例我們等一下會提到灰商 就是灰州 安徽灰州的商人 那安徽灰州他們做全國生意的意思 是不是灰州人會在全國 這些商人會到處跑 到處跑 是不是要到處找客棧 要住 這樣太花錢 我乾脆在各大城市我常去的 我就有自己的據點 我是不是住在自己的會館就好 好來第一個它的功能 Hotel 住在自己的Hotel比較舒服 是不是又比較省錢 長期來講 好再來一個 這一些會館可以幹嘛呢 可以堆貨物 是不是以後我一些往返的貨物 暫時不是馬上要賣出去 是不是就堆在會館就好了 好再來第三個 談生意最怕洩密 我如果是都到那個客棧 那這邊旁邊聽 是不是都知道你的商業機密了 在我自己的會館 是不是就不怕洩密 所以商業談判也可以用會館 所以你現在知道會館多功能 我再講第四個功能 如果是我們自己商幫的小朋友 在準備科舉考試 好他要到北京應考 他已經考到最後一關了 是不是住在自己北京的會館 現在有人考大考還是幹一樣的事情嗎 是不是租一個飯店的房間 在裡面吹冷氣好好讀書 好那我就讓我的子弟 科舉考試 考到那個首都要考的時候 在自己的會館 是不是也可以好好讀書 就沒有那種技術在外面 奔波勞頓的那種感覺 我們以前歷史老師說 有可能那些商人就是 就是他們是自己出來做生意嘛 然後他們會在有會館的地方 然後他們可能做生意的時候 就會找一個女生 然後跟他進行結合 然後可能又去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又在會館 然後又進行結合 這也有啊 就是他 就是 需要發洩什麼 就是 這就是 反正這就是 你要講很多面就很多面 這個一定也有 對啊 不否認也有 那反正會館就是 包含你剛剛講的就是 這是他多功能的其中一項 那只是你要講比較台面上 還台面下 我講台面上 你講台面下的這個差別嘛 好 那 謝謝小老師幫我補充 我們到下一頁 我已經不知道剛剛有解釋了 好來 這段還有錄進去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 商幫 對 當然感謝小老師 這一定是 國中這一段有認真聽進去 所以現在才會講這麼完整 好 那我們看 商幫在明清時代 這個禁世二的時期 有兩大商幫 一個是徽商 一個是禁商 那他們之所以成為 熊霸一方做全國生意的商幫 有他們特殊的原因 好我兩個都分別講一下 一個是徽商 徽商就是安徽的徽州 不是整個安徽 整個安徽太大 那徽州這個地方多山 就是它是一個要種田 種不出東西 你立志要當一個好農夫 在這裡沒有用 就是你無法當農夫 可是這個地方量產不足 交通卻發達 然後附近就有很多東西可以交換 各位知道商人是不是就交換 把這個東西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賣 賺差價 所以這個地方的人 徽州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 誰是徽州人呢 胡適 當然胡適沒有做生意 胡適後來是大學者 是中研院長 可是 在這個地方就流行一句話 一世夫妻三年半 當一輩子的夫妻為什麼只有三年半呢 難怪會在會館幹那種事情 剛剛小老師講 一世夫妻三年半就是因為 所以常常在外面做生意 是不是都不住在家裡 這個商人的特色 所以有許多可以交換的物產 他們就來往於全國各地做生意 好那另外一個是禁商 這邊的禁是山西的意思 好那山西這個地方 離長城比較近 我們是不是有提過 明帝國的時候 長城的北邊是不是蒙古人 有很多的軍隊駐守在長城沿線 可是這個地方沒有產什麼糧食嘛 各位知道軍人是不是照三餐 要有糧食的供應 好所以明帝國就鼓勵商人 運糧食到長城沿線去攻擊士兵 那你這樣做你要給商人回報啊 好所以明帝國就回報的是 專賣鹽的特權 這個在明帝國叫開中法 特本沒有你就不用記啊 好所以他鼓勵商人嘛 那山西商人因為離長城也近 所以他們就運糧食到長城沿線 是不是換得明帝國賣鹽 專賣鹽的特權 專賣鹽利潤很高喔 所以後來禁商就賺大錢 他們再把賺大錢 當時賺的都是白銀喔 再把賺的白銀拿去開銀行業 中國式的銀行業叫票號 因此他們就稱霸了明清時期的金融業 開了許許多間的票號 所以禁商是近代中國以前的 那個古代金融業的主體喔 好那有一部電影就在拍禁商 我不知道這個白銀帝國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他比較久 2009真的蠻久的 好那可是這部電影其實蠻好看的 他在講禁商 禁商其實是很多的商幫 就是光在山西有很多商幫 那他在講其中一家禁商的幾代的興衰 連那個八國鄰軍後來都講到 八國鄰軍後來還有打到西安去 那這個家族為了守護他們財產 就在祠堂就是家族祖先面前在討論 我們要怎麼樣度過這個危機 然後從那個就是祖傳下來 就有一個講法 就是在祖廟的底下有一筆應急用的錢 結果就在祖廟底下往下 哇全部都是白銀 那是祖先留給他們的 就電影本身好看 好那這電影誰拍的呢 郭台銘拍的 郭台銘有一度是要把那個山西弄成是什麼 中國的好萊塢 好然後說 因為他超有錢嘛 他說我要在這邊拍100部電影 最後他只拍成一部 就這樣就這一部 那他自己也是自詩為禁商 因為郭台銘的祖籍是山西 好這個附帶一題 那各位看這個就是他們年終在結算 因為禁商在各個地方是不是有會館 有分支據點 大家年終要回到自己山西老家 去看哪一個分支據點 今年生意做的特別好 就在結算 那你們可能會以為這些站的人旁邊 是什麼很細的桌子 你仔細看它是什麼 前排的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 它是算盤 你看一下它的算盤是幾位數 你就知道他們經手的錢 白花花的銀子 是可以把人壓死的那個數量 好這些是算盤喔 好所以在這邊我們看到 就是很誇張的場景 好今天果然是講不完 好那我們看到 這代表明清商人地位提升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 明清就是因為商業太發達 商幫是一個象徵嘛 好各位看 因此政府也解禁了 明清時期的商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歷代都把商人貶低喔 商人就不適生產嘛 市農工商 是不是商人排在最底層 所以傳統商人是被瞧不起 禁止考科舉 你的子弟不能考科舉 什麼時候解禁 明清 這代表這個時期商人地位顯著提升 好再來明清又把捐納 歷代都有捐錢可以當官的制度 但明代特別是清代就把它開很大 那各位知道捐錢可以當官 商人是不是其實最容易捐錢 他經手都是很大的項目嘛 所以商人你看到這兩個 讓他們的地位提升喔 因此我們看到 中國的人口從宋帝國 是1億人的基準 到了清帝國是4億人 可是科舉錄取的名額一直沒有增加 那這是科舉越來越難考嘛 那反過來講明清時期 是不是商人越來越成功 所以讀書人也會羨慕商人 一方面讀書人又越來越難考上科舉 所以他就產生了一個結果 就是讀書人會羨慕商人 同時商人對讀書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因為科舉越難考是不是家族的力量 就在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我剛剛是不是講 商人的子弟可以在自己的會館 準備科舉考試 所以到後來商人其實反而在 整個考科舉讀書這一塊 是有一些比較方便的地方 所以就有一個 世商交融的現象 你把五十九頁 最底下一個綠色標題畫下來 以儒道經商 所以我們看到傳統上 讀書人是讀書人 商人是商人 可是明清時代 這兩個界線越來越模糊了 商人還以儒道經商 我是拿儒家的大道理 作為我經商的準則 而反過來講 讀書人也會羨慕商人的成功 所以這兩個領域的交融 是近視二 商業太蓬勃發展之下的一個產物 好我們把這段結束 證據王安民是明代後期人 就近視二 十六世紀的人 古者四名異業同道 其盡心焉異業 大家都是努力在自己的領域 有差別嗎 沒有分別 這就幫商人地位解套了 好雍正 雍正是皇帝 清帝國 山西就是山右 大約商古居首 最下者方令讀書 你們看到世界領導了 最不堪的人叫他去念書 最棒的人叫他幹嘛呢 做生意 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大翻轉 所以我們也看到 好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地方好了 那我們下一節課 因為這一節課 我有預期有可能講不完 我們下一節課是自習 所以在你們班 我們大概會先用 二十分鐘左右 把後面 尾巴的部分把它講完 剩下的還是讓各位自習跟問問題 然後再下一節考小考 這樣可以 自由下課 謝謝大家